陳菊是連賴清德都敢打壓的人 要不要提醒賴清德 再提醒一次 2019年陳菊在民進黨中堂會 怎麼修理你的 把你賴清德大趴在地上 偉大的勞動部長 那個人叫許明春 花勞工的錢來幫自己辦演唱會 唱35分鐘的歌曲 然後來取悅陳菊 有沒有 這個選對選高雄市長有幫助是不是 我是覺得這些民進黨人 吃銅吃鐵 實在已經到了 極盡無恥的地步 土皇帝啊 上面有個陳菊開玩笑 陳菊是連賴清德都敢打壓的人 要不要提醒賴清德 再提醒一次 2019年陳菊在民進黨中堂會 怎麼修理你的 要求改變 這個初選規定 要求改變初選日期 硬要扶蔡英文上位 把你賴清德打趴在地上 那你賴清德現在敢不敢對陳菊報仇啊 你也不敢 你也沒那個膽 那現在陳菊底下人出事了 你要不要順便清算一下 而且更荒唐的是 這個新爆料的原來蔡孟良也是這麼貨色啊 所謂不具名立委爆料應該是民進黨的 怎麼不敢講的 民進黨的立委你在幹什麼啊 誰就不具名 對啊你什麼啊 你怕什麼怕陳菊派系怕成這樣子啊 這個是什麼什麼玩意兒的立委 幹到立委還怕東怕西 你在幹什麼立委啊 還有立委是不具名爆料的啊 你聽過沒有 立委都大道方官 我講誰就講誰啊 什麼不具名爆料的 又不私人的事情 這是公家的事耶 然後更可笑的 他說許明春說林俗芬對他怎麼樣 坦白講民進黨裡面的立法委員 林俗芬真的是一個不錯的立法委員 不同黨派立場不同 我覺得他過去的服務 過去在立法院的表現可圈可疊 他今天爆料一件事情 我上去看我傻眼啊 這個許明春啊 偉大的勞動部長 為了慶祝什麼 姓平等工作法通過20週年 就花了就業安定基金的錢 辦了一場所謂的音樂會來紀念 底下坐著陳菊 然後台上呢 剛開始在演奏 沒有什麼人唱歌 最後壓軸有一個人唱了35分鐘 那個人叫許明春 歌聲還不難聽啊 只是那個畫面難看了一點 我實在不懂 花勞工的錢來幫自己辦演唱會 難怪林俗芬批評有道理啊 你就是花勞工的錢 在幫自己辦演唱會 那幹嘛 在唱歌給陳菊聽 拍拍老闆的馬屁 以後升官方便 還可以選高雄市長 我是樂意 而且歡迎民進黨 提名許明春來選高雄市長 樂觀其成 樂觀其成 這麼了不起的人 怎麼可以不提名他呢 他自己也沒有鬆口 說不要行 他是陳菊的嫡系 這個地盤被陳其邁拿去 搞得快要八年 已經讓陳菊很不爽了 當然培養自己的菊系人馬 菊系就是保障陳菊 可以繼續在民進黨 哼行霸道的一個很好的方法 當然有人會解釋什麼 這是一個黨同伐異 或者黨派鬥爭 每個派系都在圍攻陳菊 其實不是吧 陳菊的人能看嗎 你看看現在多少出事的人 是陳菊的人 陳其邁也是陳菊的人 不是嗎 不是剛跑了嗎 對 人在哪裡 他是不是躲在陳菊家裡面嗎 對不對 無聊嘛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事情拿出來檢討 跟政事有什麼關係 你要不是被林曙恩爆料 挪用就業安定基金 拿你自己的錢辦 我們沒話講 挪用就業安定基金 來幫你個人辦演唱會 唱35分鐘的歌曲 然後來取悅陳菊 那陳菊上台就好好讚美你 是吧 這個選對選高雄市長有幫助 是不是 我是覺得這些民進黨人 吃銅吃鐵 實在已經到了極盡無恥的地步 許民孫在高雄市 擔任副市長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有耳聞說 他是非常喜歡唱歌喝酒 那我們一直以為說那個是他等於是上班之魚 他的空閒時間他的應酬文化是如此 那所以大家不會特別的感覺到好像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可是這一次呢被他們民進黨自己爆料出來說 哇原來許民春他敢用勞動部 這是國家的錢 這是人民的納稅錢 然後去辦了他變相的成了他的自己的個人的演唱會 難道可以用國家的錢滿足自己的私欲嗎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真的是讓人覺得瞠目結舌 那許民春也因為這次的事情 本來他在這個高雄市的這個市長的初選的知名度當中是最低的 但沒想到這件事情反而把他的知名度還往上炒高 現在整個高雄市的市民朋友都知道說 哦原來這就是我們以前的高雄市的副市長 然後原來他這次也要參加市長的初選啊 然後反而是把他的知名度打高了 雖然說是負面的知名度 那所以我們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這一次整個的事情爆料出來 很大的一個因素 第一個當然是民進黨 這次市長的黨內的初選的 這些派系鬥爭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也讓我們看到勞動部 這些民進黨的官員們 他們在高雄是怎麼樣吃香喝辣的 他們是怎麼樣在把人民把政府的納稅錢 當成自己的行銷費用在用 所以你說高雄或是南部的選舉 為什麼民進黨怎麼選怎麼上 因為他用的不是他自己的錢 他用的是政府的錢啊 然後來做他自己的行銷跟廣告啊 這是第二點 所以為什麼他們在高雄可以恨行這麼久 那這個我覺得都要全面的啟動調查 類似像這樣子 用國家的錢滿足個人私欲 在魏武營 而且為什麼魏武營他們的審查 沒有任何的嚴格的去做審查嗎 為什麼可以在魏武營辦這樣子的一個變相演唱會的活動 那這不是一個那個官官相戶 然後他們在用國家的錢 然後去幫那個許明春 碎行他的自己的個人的私欲嗎 那這個真的是非常的匪夷所思 他在別的縣市他敢這樣子辦嗎 沒有他在高雄有人跟他可能可以配合 所以他用一個明目非常好像正當的方式 然後在高雄辦了這樣的一個演唱會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個事情 那也把這一層這個遮羞部把它掀開來以後 當許明春當勞動部 他們用了一個非常正當合理 好像說要為勞工的權益 所以我們舉辦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但你把這塊布掀開來看 啊沒有臭不可聞啊 原來呢只是滿足個人的私欲而已 但是我要講這件事情對於我們的公務人員的文化 勞動部裡面的同仁也好 或是各個公務體系的基層公務人員也好 他們心裡面有多麼的痛 他們看到的是他們努力的工作加班 他們得不到任何的升遷 而這些人他們只需要拍馬屁就可以步步高升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公務員文化 我覺得真的是無法想像 而且他還可以繼續的在這個政壇上面 還可以呼風喚雨 這樣子難道民眾不用站出來 唾棄這樣的行為嗎 不用還給公務人員一個公道嗎 所以高雄市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他們都說 在民進黨一直在高雄市 你在南方 你撒幾個市場都可以動算 因為他不把國際的行動做自己的錢在開 所以他們資源很多很會選舉 姐妹們總煩惱臉上新聞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扶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 全俏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